涮入高汤 美味的砂锅鱼头上桌 冷冷冬天里是涛客最爱 里面的猪脚土拖鱼更是肥美诱人 是逢澎湖的土拖鱼产记 却传出有不肖商人 又外形类似 却更便宜的石桥鱼替代 想要狸猫换太子 超级比一比 外观上土拖鱼颜色银白 稳步又短又厚 石桥鱼颜色较深 稳步细长 摸起来表皮粗糙 土拖鱼营养价值比较高 鱼有富含EPA和DHA 鱼下巴更有丰富胶原蛋白 一公斤就要价六七百 石桥鱼一公斤只要150 价差四倍以上 由于切片后外观不易辨别 不肖商人就用石桥鱼来鱼目混珠 当地鱼饭说 因为价格落差大 一般都会跟客人说清楚 如果不肖夜扯的话 应该有些会 越越大为的石桥 跟土拖其实相比 价值会差蛮多的 县府无奈 冒充高价鱼贩卖无法可罚 只能请鱼饭诚实做生意 确实告知个物种是什么 回归让消费者去自由选择 两种鱼不仅外观类似 上市时间也差不多 若不是鱼是老手 购买钱最好多问多比较 以免受品上当 记者员用吴宇轩澎湖采访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